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剖切面将物体的某处切断 只画出该剖切面与物体接触部分 剖面区域的图形 也就是说它不是切了之后 留着把后面的物体都连着一起投影 而是只画出断面形状的这些图 就叫做断面图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物体 这个就是要表达这个建巢它的尺寸 是吧 像这样一个物体 那么我就画一个断面图 就在这里把这个断面画出来了 那么本来呢 相当于这里你可以画一个左式图 对不对 画左式图的话 这些式图就会 至少你得多画两个圆吧 你如果画左式图的话 是不是啊 所以画这个断面图的好处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的形状已经有了 这个槽的宽度和这个深度 我就可以在这个断面图里以后 把它表达出来 我只画出这个断面的形状 断面图的类型呢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呢叫做重合断面 一类呢叫移出断面 就是可以画在图形 重合的这个施图里头 也可以把它移出来表达 那我们先看一下一处断面 画在式图之外 轮廓线是用粗色线来绘制的 配置在剖切线的延长线上 或者其他的适当的位置 比如说像这地方 我们这里有个小孔 是吧 这里有个键槽 那我可以把它画在这儿 这个就键槽 这个以后我们要讲的 就是轴的旋转啊 大家知道一般来说 总是要带动轮子的旋转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键 这键呢就是 就是用key来表示 就是一个键 那么轴的旋转带动轮子的旋转 或者轮子的旋转带动轴的旋转 那么在轴上面要开个槽 那么这个就叫做键槽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吧 一个键槽 然后呢 这里头又有一点特别的情况 后面我们再来讲 就是这个剖签面 经过回转体形成的奥坑的时候呢 它又按照剖式来画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规矩比较多 是吧 本来这条线应该没有的 是吧 但这里呢 过了这个回转体形成的奥坑的时候呢 按照剖式来画 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看 是应该这样画吗 这样画对还是不对 从画出断面形状的情况来看 是对的 但是呢 违反了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每一个视图都应该是一个 封闭的外边界 因此呢 这个地方 又要 你看 剖签平面通过回转体形成的孔 或者奥坑的时候 轴线应该按照剖式来画 这里其实符合了两条 第一条 过了这个轴线 同时呢 又形成了完全分离的若干个线框的时候 我们按照剖式来画 就是这里还是要形成一个 一个视图形成一个封闭的 一个外边界 这里其实符合了这一条 还符合待会我们要讲的一条 就是那这个 主要是正对这个情况 我按照剖式来画 就把后面的这个 这个投影啊 这个再给它画过来 当剖签平面通过非圆孔 会导致完全分离的两个断面的时候 这些结构 也应该按照剖式来画 这个是这个规矩 从这个规则来说 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这个封闭性啊 一个视图的外边界应该是封闭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基本要求 否则就出现了 完全分离的这个两个线框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按照剖式来画 对不对 按照剖式来画 所以我们说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当时我说过 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头 我就把它总结成为这个九个字 那就叫做有理论研究了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我把这条这个规则放到 我的论文里头去 人家就看不懂了 是吧 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做点研究和分析 有那么多的规则 我是把它总结成为九个字了 你能不能把它总结成为 这个十条十五条 是吧 稍微再多一点 然后呢 又能够很好地去 你去理解和这个掌握 这些基本的规则 这个待会我们再一起来做个讨论 用两个或者多个香蕉的剖切平面 剖切得出的一束断面 中间一般应该断开 这里也可以用两个香蕉的剖切面 但这里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没有轴线 它是没有轴线的 所以这里相关于是两个断面 这一块切出来的是这个情况 这个地方切出来的是这个地方的形状 中间把它断开 不要把它画在一起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不能叫做 两个香蕉这个剖切面 因为它没有轴线 是吧 没有轴线 有时为了得到完整的断面图 也允许不断开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很多东西不是一定要这样 是吧 这个一束断面的标注方法 标注内容与普世都相同 配置在这个延长线上的 不对称的一束断面 或者按照投影关系配置的 对称的一束断面 可以省略字母 配置在其他位置的 对称的一束断面 可以省略箭头 像这里面这个箭头可以不要 因为怎么看都一样的 是吧 所以总的原则还是这样 能省折省 这标注啊 所以关于标注 待会儿大家也可以 好好地去分析一下 就是看看不同的书的表示 看看你自己的最后的理解 第三个配置在 抖切线的 连长线上的对称的一束断面 可以省略标注 就是能省折省 从个断面图 它的画法是画在四图之内 轮廓线是用细着线来绘制的 像这个就是个起重吊钩 是吧 一些同学已经画过这个起重吊钩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断面是个圆 这个地方断面是个圆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吧 这些呢就是像那次断面图 它就用细着线来画出它的形状 抖面线方向仍然要相同 抖面线方向仍然是相同的 这是要移出断面 它本身的轮廓线 应该仍然是连续的 是吧 本身的轮廓线 仍然是应该连续的 这个像那种细线来表示的 这个也都是一些标注 是吧 这个也是个移出断 是个重吊钩面 这个是个重吊钩面 这个重吊钩面 如果这个细线和出现重吊的时候 这个细线就不画了 是吧 像那这个L型的叫形钢嘛 L型的一个钢材 它的形状 对称的重吊钩面 可以不加标注 这个就像那 我就可以省掉一个仕图了 是吧 再简单的看一下 规定画法和简化画吧 这我前面讲到过的L板 L板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做L板不剖 但这个L板不剖 它是有条件的 如果剖切的平面 经过L板的对称面的时候 这个板是不剖的 但是如果把L板切断的话 这个是要剖的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板啊 我把它切断了 切断了 切到了它的厚度了 这个时候是要剖切的 然后呢 切到了它的对称面了 我是不剖的 你看我把这个左视图画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支撑板嘛 这两个支撑板 相当于把圆筒和底板连接起来了 是吧 这个相当于起到个加强作用的 这块L板 后面那块L板 这个地方是按照 剖到了 按照不剖来画 剖到了 但是我按照不剖来画 因为这块L板 你整个把这个剖面线打上去 反而不利于表达 这个不基建和这个基建 起到这个不同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大家觉得这样 是不是更加表达的清楚一点 这两块嘛 这两块是切到它的 这个对称面的方向 切到厚度方向 你看 水平头也是要把它画出 它的剖面线 画出剖面线的 雷板的画法 这是规定 就是规定 或者说叫做约定书成 是吧 就是要这么做 你这么画的话 是不是看上去 更加不爽 这样爽不爽 这样应该是不爽吧 是吧 你如果又不画出虚线 虚线没有尽可能不画 然后你又画 这个肯定是 不好的一种表示 大家想想想 这样表达合适吗 应该是不合适 是吧 所以就说 这里头就切到对称面 我刚才讲的 不剖是有 是有这个 这个试用场合的 切到对称面的时候 我们按照不剖来画 但切到厚度 是吧 蓝腰切断的切到厚度 我们是按照 是要把它画 按照剖切来画的 对吧 因为否则你就画很多虚线了 没有虚线你就表达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的总的想法 还是尽可能的把虚线变成线 或者把虚线省略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总的表达的原则 均匀分布的孔 大家可以看看 这就是一些规定画法 勒板不对称 画成对称 简单嘛 这叫工程 这叫简单就是美 是吧 这个你看 这个是雷板 对不对 剖刀难道不剖来画 大家理解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是雷板明明不在这个 剖切的平面上 我们假想的把这个雷板 转到这个剖切平面上 再去把它画出来 这个是为了表达得更清楚嘛 是吧 这个简单呢 这里是个孔 这个雷板呢 我假想的旋转到这上面去 然后呢 剖切道呢 又按照不剖来画 雷板不对称 画成对称 因为不对称这个问题 在其他试图里边 是表达清楚的 是吧 是表达清楚的 因为否则的话 你这个如果说 在这个投影下去的话 会产生什么情况 这个就画这么 这样一段性画出来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不是不利于 这个图形的表达 大家想一想 对吧 那因为你看到的是 这个后面这段雷板吧 其实你这要 要画出这么一部分结构了 一部分这个 这个投影为类似型的结构了 是吧 这个是雷板 不对称 画成对称 明明不再剖切面上 你假想的 旋转到剖切面上 然后又剖到了 要按照不剖来画 这个就比较复杂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孔呢 明明不在剖切面上 我把它 画到 就是假想的 移到这个剖切面上 再把它画出来 我这个孔 孔是通的 我就把它表达清楚了 是吧 那本来是 我是左右这个剖切面 雷板是画清楚了 孔不在这个上面 你假想的旋转到这个上面 再把它画出来 这个都是一些 这个规定的画法 折径相同 或者呈规律分布的孔 可以仅画出一个或者几个 其他呢 只需用细点画线 表示它的中心位置 还有一个叫断开画法 如果一根轴 或者一根杆子很长很长 这个 你可以画其中的一部分 是吧 中间把它断开 这个轴太长了 你也可以把它断开 断开的都是波兰线 但是注尺寸的时候 大家注意 一定要注它实际的长度 尺寸是表示真正的大小 对吧 尺寸是表示真正的大小 你不要说 我画少一点 我这个尺寸就注少一点 那就乱套了 是吧 尺寸是表示真正的大小 这叫断开画法 对称图形的画法 如果有对称的话 可以只画一半 或者画四分之一 那么 这个是画一半 画一半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左右 要画这么两根 细线 然后 我们也说过 一个物体 一个视图 如果是 一个视图的话 一般来说它都是封闭的 封闭的线应该是触着线 也可能是波乱线 还有可能就这个情况 就在对称的情况下 它可以是点画线 对不对 那封闭的嘛 封闭性 它在对称的情况下 可以是点画线 还可以只画四分之一 你看 这个是画四分之一 就是相当于 这里是对称的 这个上下是对称的 可以画四分之一 这个是对称的画法 对称画法的话 它的封闭的 组成的线 是点画线和轮廓线 点画线和轮廓线 所以这里也会出现 轮廓线的突然消失 对吧 这里也会出现 轮廓线的突然消失 这个消失的意思 也是消失在这个点画线上 这么说 没有 它一般就这样 就是这个对称 然后再在下面 这个向来对称 这样的方式 基建上小平面的画法 什么是小平面呢 就是用 用这个两根细色线 相交叉来画 你看 这其实上次 我们已经碰到过了 对吧 上次讲尺寸标注的时候 就表示 这个是个平面 这个也是个平面 尺寸标注 我讲到过的 是吧 像这样一个结构 我切掉了 这个四个是四个平面 这里仍然是圆弧面 那么为了表示 这个是平面 你用 这个两根交叉的细色线一画 我就知道 这个肯定是平面 不会是曲面了 不会是曲面 是吧 这地方我也可以知道 这个是平面了 这个两根相交的 这个细色线 这个地方相当于 就是一个轴 一个轴断开的话 相当于这个地方 是副面线 就是断开 那么我用这样的表示 这个是个轴 这个也是个轴 这表明这个地方 是个圆柱体 然后这里呢 有块是平面 前后两个平面 圆柱体 因为钻小孔 洗剑槽等出现的交线 允许省略 但必须有其他仕途 清楚地表示了 孔槽的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 这是不是应该有相关线 是吧 这里其实应该有相关线 但这呢 允许省略 这个大家是不是比较高兴 是吧 这地方本来是不是应该有相关线 这里就算了 省略的就直接画过来就算了 是吧 因为它结构 这里这个尺寸也比较小嘛 还记得吧 这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圆柱和圆柱的相关 这里应该有小段相关 这里应该稍微下来一点点 有一条直线 这里相当于就允许大家简化 就不去画那个相关线了 但我希望你要知道 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相关线 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胶线允许用轮廓线来代替 这里其实是应该有跟相关线的 是吧 这里应该是有跟相关线的 是吧 所以就不要忘了相关线就行了 是吧 当机械上面有若干相同的结构要素 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的时候呢 只需画出几个完整的结构要素 其余的呢 用细测线连接 或者画出其中心位置 这里比如说 一共有多少个槽 它只要画出第一个 然后从第二个到 DN个呢 用细线把它连接起来 你其他就不用画了 是吧 就画三个就可以了 这个呢 一共有多少个 你就画若干个就好了 因为什么 大家如果用 用手工去画的话 小圆其实很难画 是不是 所以你就画若干个就可以了 机械上面部分结构的图形过小的时候 可以采用局部放大的比例画出 所以这个叫局部放大图 这个地方标尺寸不方便 我们可以用局部放大 比如说这里是1比1 我这里就画成2比1 画成2比1 那么这个你就可以 叫做局部放大图 这个 比如说也可以要2比1 这是第一块情况的2比1 这是第二个的2比1 这是用细测线来表示 像你好像用这个放大镜 放在这里看了一下 是吧 把它这个局部放大 可以把它画出来 应该没有局部缩小的是吧 你说这个我把它缩小了 再去画一下 这是没必要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局部放大图 下面呢 我想 第三角画法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所谓第三角 你看这就是第一角 这是第二角 这是第三角 就是 物体是放在这个第三角的 这是第四角 是吧 那么 放在第三角 我们只要看一下就行了 V面 H面 W面 这个物体是放在这个投影面后面 好像跟我们思维习惯稍有点不同 这就是它的第三角画法 它是 我们是投影过去的 它好像是这个反弹回来的 是吧 反弹回来 这个是正面 然后到这个上面是H面 到这边是W面 顶式图 然后呢是右式图 然后再也是展开 它不是虚线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下面呢 我想 我们来做点讨论 前面讲了很多的东西 我想我们搞一点这个投影规律的研究 后面 我要大家写一份这个关于投影规律的一个报告 可以到这门课结束时再教给我 所以我们这个融语课程 我想呢 有第一次是大家出的这个八道题目 第二次是这个尺寸标注 第三次呢 就是这个事情 投影规律这个事情 好 我们一起来做些讨论 第一个 讲这么四点 第一个 大家应该还记得住这个投影规律的九个字 能记住吗 投影规律的九个字 还记不记得 都已经弯掉了 常对症高平级宽箱的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 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不符合投影规律的情况 对 有那几种 大家说说看 不符合投影规律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 你能不能总结出若干个表达规律 第四个 我可以再谈一谈 我总结出来的九个字的表达规律 是吧 四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投影规律 常对症 高平级宽箱等 所谓总结出来的规律 应该不会是完全正确的 是吧 泛之失海而皆准的这个规律 是不存在的 是吧 所以 什么情况下 是不符合这个规律呢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是吧 旋转抛式是最典型的 对不对 这个如果说直接高平 常对症下来的话 是它是不符合投影规律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 除了这个旋转抛式之外 还能够举出什么例子来 大家还能不能告诉我 除了旋转抛式之外 还有什么 也不符合常对症 高平级宽箱等的投影规律 内板 内板 内板那个是个表达 跟投影还没关系 还有什么 投影规律 对 邪式图 或者邪抛式 还有没有 什么叫三个元 这都还讲得太小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我就从一边 内脏PPT切过来的 旋转抛式是一个 然后呢 斜抛式 对不对 不符合常对症 高平级宽箱等的投影规律 对吧 斜式图是不是 也不符合 局部式图是不是也不符合 因为你只画了一个局部 你那些没画的 是不是就不符合投影规律了 然后呢 对啊 局部放大都也不符合 所以我觉得要打开 大家的思路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断面图也往往不符合 所以我说我们要来 做这个讨论 否则我再讲下去 大家都觉得我烦了 都是这些规定 然后又说可以这样 也可以那样 还有呢 对不对 折断画法其实也是啊 所以其实很多 对称画法也是啊 对不对 所以不符合投影规律的情况 你看我刚才讲的这个对称 我只画了一半 或者画四分之一 是吧 它也不符合投影规律 因此呢 这个问题啊 大约就相当于 一共有哪些表达方法 其实 除了 画出一个完整的 基本试图 这种情况之外 其他我们的很多的表达方法 都是为了 简化 或者说更加方便的 来进行你所需要的表达 是吧 进行你所需要的表达 好 第三小点 我们再来看看 能不能总结若干表达规律 你能不能给我总结若干表达规律 点滑线是什么表达规律 我们说过三点嘛 以滑为十尾 以滑相交 超出轮廓线五毫米 表达什么 表达轴线的位置和对称面 表达轴线和对称面 如何表达 是吧 捧面线的表达规律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你可以记一下 待会我 我后面我希望大家写出一篇东西来 就捧面线的表达规律是什么 当然后面还有好几支课 我们还会讲到 出车线的表达规律是什么 细车线 虚线 波乱线 双点滑线 类似型的规律是什么 线框 所以我们说过 你看 捧面线 不能穿过出车线 这叫什么 这叫规定 其实 捧面线 是不会穿过出车线的 这就叫做规律 是吧 捧面线 不应该穿过出车线 那叫规矩 是吧 我们要找的应该是规律 我们要找的是规律 捧面线是不会穿过出车线的 这个大家记住 一定不能穿过出车线 这是规定 是吧 我们经常在讲规定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 可能是需要找到规律 就是捧面线 不会穿过出车线 这一般的规律 如何来总结 是吧 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是吧 这是一个例子嘛 这我们也是前面讲的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局部捧 对吧 这一块是局部捧 这一块也是局部捧 但是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总结出 这样一个九个字的表达规律 就是舌线性 二维的工程图案的表达 我就是为了得到舌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如果出现非舌线 该怎么办 是吧 那我就可以采用斜式图 或者切剖式 我可以采用局部式图 是吧 我可以采用 小于三十度的时候 我用近式画法来画 我就变成了 这个 我可以画它的舌线 第二个 封闭性 封闭性 就每个式图的外边界 都是封闭的 那么这个封闭性 刚刚前面也讲到了 它可以是触摄线 点画线 波乱线 来组成 但不可能是虚线 不可能是细色性 不可能是虚线 不可能是细色性 这一些准则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 根据后面几次课的情况 很好地去做一个总结 所以有这么四块内容 是吧 一个是已经交给我的 一个是即将 这个大家在做的 以及这个功能图样的 表达 准则 以及学完这门课程 已经这一年来 所感受到的体会 收获 建议 都可以 今天就布置给大家 是吧 4月30号 还有一个多余的时间 那么最后 今天是4月30号 没错吧 最后 几号教 我说了 就是在考试前 交给我就行了 期末考试前 交给我 对啊 将近两个月时间 两个月不到 对 那就两个月 因为我们稍微要 往后延一点 我最后再花几分钟时间 上次给大家介绍过一个 基于分子思想的 尺寸自动标注方法的研究 我在这里 再把我博士论文里面 另外一小块内容 这个基于分子思想的 功能图样 智能理解方法研究 稍微给大家做个介绍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从这个图样表达的 四个过程 先进行形体分析 确定表达方法 绘制投影 标注尺寸 然后我就把工程语音 分成了 你看 窥子投影 就叫投影关系语 这个标注尺寸 就叫做尺寸约束语 表达方法 就叫做表达方式语 我就分成了三类 每一类 再分成高层的影视 和低层的影视 这个文章发表在 计算机结成制造系统 01年5月 这个当时就是我 博士论文 答辑完了之后 发表的一篇论文 那么当时呢 我就把表达方式语 投影关系语 扯寸约束语 分成影视显示 具体我不讲了 就是有这么个过程 你看我们这里看到的 基本试图 非基本试图 普切 我把影视的表达方式语 叫做审略画法 规定画法 和简化画法 是吧 投影关系里边 显示的是基于线形 扯线投影 平面投影 显示的是 与机缘要素相关 与尺寸要素相关 与公益要素相关 尺寸约束语 显示的就本身 各类尺寸的特性 显示的就是尺寸语图形 二位与上位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低层的显示语 可以从尺寸的前后缀来看 高层的影视语 我可以从这个过度分布 复合对称相切 等等这些角度来 所以我想对一个问题的理解 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找到一些 这个新的一些思路 包括在我们这个工程图 学这门课程当中 是吧 书上面是讲那些内容 那这些东西 往往大家会觉得好像 这个有点无所涉从 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太习惯于演绎了 我们太习惯于一就是一 一不是一点一 是吧 怎么样就是这个对的 不是这样就是错的 这样的观点可能太重了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更多的 怎么来理解工程的含义 如何来理解这个表达的意义 是吧 那么这个关于论文写作 我想今天我就先 不跟大家做介绍了 这个本来想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关于论文写作的 一些情况的一些说明 总的想法呢 就是希望大家除了 对这个知识的关注之外 除了对分数的关注之外 真的能够更多的 从这个思维的角度 从能力的角度来考虑自己 应该如何来学习 好吧 今天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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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